大家好,我是老博士 今天是美东时间2020年的5月6号 晚上的6点39分 那么今天呢再给大家录一段视频 讲一讲这个 新版APP3.0的搬砖掏地地址 和哪些矿池有合作 希望大家喜欢 那么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做一个免责声明 本人在YouTube社区发表的 所有的资料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过承认和投资或者法律建议 投资有风险路是需谨慎 金融投资技巧是综合素质的体现 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 不要相信一夜暴富 好,那么赵丽 我们今天在开始之前呢 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那么今天讲的故事呢 主要是这幅画 这个画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盲人给虾子领路 为什么这么说呢 那么这个故事呢 是来自哪里呢 主要是来自于圣经 马太福音15章14节 那么翻译成中文呢 是随他们吧 他们是给虾子领路的虾子 如果虾子给虾子领路 两个人都会掉进坑里 那么这个画呢 主要就是讲的是这个故事 那么这个画呢 是欧洲的著名画家 叫做柏鲁盖尔 他画的一个世界名画 讲的是你要学习一个东西 你必须要找内行的人 如果你自己搞不清楚状态 然后跟了一个不论路的人 跟了一个虾子去走路 那你肯定最后的结果是两个人都会掉到坑里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是因为这个刚刚又有人给我这个 发了一个截图 让我看一看 那么我看把它给它拿出来 大家看这里有一个图片 这里说的是 说这个有三笔交易 通过一个不太知名的交易所套现了 他说假的pluspt3.0 骗取所得的共计19143个 加上2400个 总共骗了21543个usdt 已经通过不太知名的交易所来套现了 请警方二次行骗 然后他公布了交易所的地址 0xb8001 他说骗子在这个交易所的地址 个人地址共有两个账户 他说了这个事情 那么今天呢 有很多人就给我发来 他说老博士 你看是不是我们的前辈这个骗子骗走了 是不是这个app3.0是假的 那真的是很浪人无语 那么今天再给大家聊一聊这个地址 看看这个地址 到底是一个不知名的交易所 还是plus地址 另外你要是不了解的话 你也不要去建一个区块链学院 进这个物人子弟也不是很好 你说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看看 好 首先我们看看这个地址 Linuxb8001这个地址 很多人说 这个地址肯定是一个交易所 但你看在下面 你看并没有被标注成任何的 我们所了解的交易所 对吧 如果是的话 他这里可能会标注成火币E 或者是B1E 或者是OK都没有 所以他觉得是 这个是一个不知名的小交易所 那么你再看看他的这个balance 这个以太坊 只有884个 你说一般的 就算再小的交易所 他的以太坊也不会这么少吧 你不觉得吗 只有800多个以太坊 那还不如我们一个创世或者大神账上的钱多 你想有可能吗 对吧 对吧 你看他这里有158,000多笔交易记录 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交易所呢 那么你其实可以看他的这个交易记录 你不如只仅仅看 他有15万笔记录 那肯定就是交易所 plus的话 他的交易量也是很大的 那我们可以看看 那么他具体跟哪些矿池有合作呢 我们可以看看 比如说我们随便点开一个 第一个 出来了 这个叫2-PPLNS 看到没有 而且他是很有规律的 大概是每三个小时有一笔收益 你看1小时25分 然后这个是4个小时 然后再是7个小时 再是12个小时 再是17个小时 你看 基本上每隔几个小时就会有一笔收益到账 看到没有 说明他跟这个2-这个有合作 那么这个2-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他是一个矿池 你看见没有 他叫2-.com 是为专业人士开采水池 或者翻译成中文叫做水池 你看这是他的主页 大家可以看一下 他的矿工 说明这个地址是跟这个水池是有合作的 看见没有 好 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我们再接着再往下看 还有很多笔交易记录 这个也是2- 我们可以点击这个158000多个交易记录 我们可以再往下看 我们可以看看他还有一个叫鱼池 我给大家找一下10012051 再往下 他这个交易非常频繁 所以要翻很多页 他能看到 2051 到了 我们看看这笔记录 10012051 我们点开看 他是从这个地址 Linux B5A过来的 我们再点一下 你看 他这个是一个中转地址 看到没有 这就不是交易所了 交易所他就直接直接坐过来 不会还刻意有一个中转地址 看到没有 这就是plus的一个典型的做法 他这个地址过来之后 先中转到 OX 0X1676 然后再到这个Linux B8001 看到没有 正常的交易所 是不会有这么一个中转的一下 看到吗 基本上所有的币都转过来了 而且不是一次 每笔都是这么转 看到没有 都是一个in out in out 进进出出的 所以你就能这就看出来 这不是一个交易所 交易所不会有人会这么还中转一下 好 不管怎么说 我们先点进去看这个 看到看到没有 这个是F2Pool F2Pool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F2Pool是这个 看见没有 这也是个矿池 这个矿池叫鱼池 刚刚那个是水池 是水里面的池子 这里是鱼池 这里是鱼池 是养鱼的池子 然后他这个名字就这么叫 这里写着鱼池产品 看到了吧 鱼池 这个也是在浙江的 刚刚那个是水池 这个是水池 然后刚刚我们看到的是鱼池 好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我们到现在看到了 有两个池子 都是在不断的铲矿 你看 2.24个以太坊 然后呢 然后这里又有3.12个以太坊 看到没有 这里呢 有31个以太坊 它是不断的有这个收入 另外还有Gate1这个交易所 也往这个地址转币 看到没有 所以他这个是很多的 很多的收入 好 那我们再看一个吧 刚刚看到了一个水池 一个鱼池 我们再看看 1001 1667 1001 1667 再下一页 1001 1667 好 这里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也是一样的 先是通过一个中转地址 Linux 9721 然后进入这个Linux B88001 那么这个又是从这个Linux 8FD00过来的 我们点击去看看这个是哪里的 这里写的Spark Pool Spark Pool是什么呢 是新火矿磁 我们来看一下新火矿磁 这个就是这个Spark Pool新火矿磁的主页 那么这个也是个挖矿的一个矿磁 这个也是在浙江 看见没有 这个网站在浙江 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地址呢 是 好像这个还没有中文版 不知道为什么 我刚刚找了一下没有找到 说明呢 这个Plus呢 也跟这个Spark Pool这个矿磁 有合作 我们再看还有很多很多的矿磁 我们再看一个 我们再看一个10011533 10011533 再下一页 10011533 这里我们点进去看一眼 我们看到了 除了这个鱼磁以外 F2Pool 还有一个FirePool FirePool什么意思呢 是火池 刚刚看到一个水池 有水就有火嘛 对吧 所以这个叫火池 我们看看它的主页 火池 这里 火池FirePool.com 这是它的官网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挖矿的矿磁 让收益更好的矿磁 看到没有 这边Plus项目方 也跟这个火池有合作 领先的矿磁技术 火池 这个是月 这个网站在广东 另外一个挖矿的一个矿磁叫火池 它这里还有一群和二群 看到了吧 还有还没有完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在这边往下看 我们再看一个 再看一个呢 是10010285 10010285 我们点我们点我们找到了哈 我们点我们找到了哈 点进去看一下 这里出来了 蜘蛛.top 这个叫蜘蛛矿池 蜘蛛 你看它也是这样的 也不断的有个中转地址 然后进入这个Linux B8001 看见没有 Linux F2 F7 那么这个是个中转地址 它上面是没有的 空的 那只是中转一下 马上就走了 中间就隔了一会 隔了十来分钟 先转过来 0.4126个 然后马上就转走了 0.4125 因为要扣掉手续费 所以会有一点损失 就转走了 这个叫蜘蛛.top 我们看一看 这个出来了 Spiderpool 蜘蛛矿池 蜘蛛矿池 让挖矿更高效 看到没有 这个叫做蜘蛛矿池 还有我们再接着看 再往下 10010252 020252 这里 点看看 那出来了 这里写的是 btc.com矿池 Pool btc.com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经常浏览的 比特币浏览器 那么它叫什么呢 它叫火币矿池 你看这里写了 火币我们大家最熟悉的一个矿池 火币 火币矿池生态交易所 说明Plutium Fund 跟火币矿池也是有合作的 当然这个都知道了 还有火 还有 还有还有一个 我们再往下看 我们再往下看 btc.com矿池 再往下看 另外一个呢 是10010138 1001 10010138 012 这里看到了 这里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10010138 我们点击去看一下 这个叫做Bipo Bipo是什么意思呢 发现成中文叫做密封矿池 刚刚说的是蜘蛛矿池 现在又来了一个密封矿池 我们来看一下 出来了 这里写的密封矿池 这个名字很好笑 虽然你叫密封的 领导同意了 你就叫密封 密封矿池 比较有意思 看到没有 密封矿池 这个在湖北 你看这个写的是越网 越就是湖北的简称 那么这个矿池在湖北 不知道是不是在武汉 好 大家看到了 所以你看这个Linux B8001 跟众多的矿池都有合作 而且是有中转地址的 所以这个就打脸了 刚刚那个截图 说这个是一个不知名的交易所套线 你看明明是人家是有合作的 Plus的地址 有不停 有很多的网址 是有挖矿 然后挖矿的收益 都会进入到这个地址 你看这个 0.086个 然后又是0.086 0.062 看到没有 0.062 都是有收益的 每天都有收益的 这个是个密 密疯矿池 所以呢 大家要努力学会怎么查币 这样你才能不会被人家忽悠 然后又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说什么 哎呀 这个骗子在这个交易所供套线 这个PT3.0 APP3.0是假的 是吧 所以你要是 你要是不懂的话 你就被人家骗到死 你看还打了一个区块链学院的名义 还有一群 估计还有二群 也不知道要骗多少人 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 不要被别人带到沟里去了 虾子领虾子 盲人给虾子带路 最后的结果就是两个人都掉到沟里 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小心 不要受骗上当 好 今天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我是劳博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